各位我必须要make a confession 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最近真的生活的太不健康了 你今天你看我背后为什么乱七八糟的 最准备还有一个镜子 就是因为我前两天拍了一个那个Crux的广告 然后我必须需要一个朋友 我没有朋友只能在家里面不紧 然后还有这种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是借的朋友的 anyway我的这个conflex是什么 你知道我最近生活的多不健康吗 我最近经常每天晚上看 就看到凌晨四五点钟 就是让我开始反思 为什么就是这样呢 我为什么这几天就疯狂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就是到达一个看剧高峰期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经历的话 请在弹幕里把友给我打在公屏上 我看完了精神之战 我看完了亿万 亿万大概有5G吧 我看完了 我甚至昨天晚上看完那个泰剧 就是那个小水眼的 你们知道吗 就是它在里面刚开始是绿茶 但是结局其实是很悲惨的 一个泰剧 其实也没有多好看 但是我看完了 我竟然还K起了 我竟然还磕起了 它跟那个男二五二男三的CP 昨天晚上做梦梦见那个男的了 哥哥 就是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的不可理喻 就是我怎么就这样呢 我怎么就这么堕落呢 然后 然后我喝个蒸果蜜 就是 我昨天凌晨三点钟叫了败卖 我叫了四瓶蒸果蜜 叫了两两包可比克 你有没有乐视 然后叫了方便面 酸菜牛肉 牛肉 什么方便 就是统一 我已经大概有八百年没有吃过方便面了 然后就觉得说那方便面吃就吃咯 闻着还是好香啊 咱们先去把它泡上 那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人活着 难道是为了开心吗 我觉得好像也是 但是除了开心有更多的追求 因为很多事情你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开心 但是你做起来就会觉得你很爽 比如说健身 然后生活生活的很大一部分 它也是痛苦的 比如说你要忍受寂寞 然后寂寞是我这一年来就是我可能就是感情 就是我的感觉里面会占比重比较大的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说到那种unbearable 就是那种无法忍受的那种感觉 无法忍受的地步 就没有 我会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好 因为它会让我去反思 我在上海的那一年 我基本上真的我没有看进去几本书 但是最近我真的就看了很多书 然后这种感觉肯定是痛苦的 因为我在80%的情况下 我都是一个人 大家也知道我就是做博主的话 我没有同事的 我每天在家一个人 我可能最多去咖啡厅捡捡东西 但是我不喜欢去咖啡厅 因为我要戴耳机嘛 然后我的耳朵不是很好 我经常戴耳机的话对我耳朵不好 对所以就是你能想象吗 我就是从早到晚都是我一个人 你说有多快乐吗 就是也不能说快乐 你能说痛苦吗 可能会有一点点 但是这种状态是我需要的 这种感觉 其实它就是一种感觉 但是它能够让我来感受 它能够让我来品尝 就像味道一样 就是酸甜苦辣里面 我现在尝的就是这个味道 它是必要的 哇好吃 然后我打算 六月份的时候去趟北京 因为大家知道我特别喜欢那个DG叫做哈维利 然后它就会分在北京的演出 我就是那种 我真的建议如果你喜欢一个音乐家 你喜欢谁 你一定要尽力的多去看看 因为生命永远是在倒数的 你永远不知道那种 就是反正就是一定要 就是这种机会就是来一次少一次 来一次少一次 就一定要去一定要珍惜 它的那个专辑一发我就买了四张电子专辑 继续的远远不藏的创作更好的作品 所以说偶尔掐掐饭的话 请大家也不要骂我 因为我不是那种乱掐饭的人 我用的东西都是我自己试用过的 而且我保证我拒绝过的产品 比我发过的产品都绝对的八分之百 所以我就想要去北京看一下它 然后而且还可以看一下北京 因为已经可能有两三年没有回去了 我真的好想出国啊 我好想去欧洲啊 我特别想见马庆 不是说那种我想要很想他 然后想跟他谈恋爱的那种 我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朋友 因为我前两天梦到他结婚了 我梦到他跟他女朋友结婚了 然后梦里面我特别开心 就是 就是我想要见到他 其实他现在是我的朋友 我很久没有见到他 他曾经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 他现在对我也很重要 他现在有女朋友嘛 他女朋友也知道我 就是那种 抱着那种我们可以 我就是看一下你 我也在看他的别的朋友 没有说那种要破坏别人感性的想法 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我特别想参加他的婚礼 因为我觉得当你看到一个 你爱过的人 并且你现在也是那种深爱者 那种爱啊 就是那种变成了朋友的 或者是亲戚的这种爱 然后他 获得他幸福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 我感觉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特别想要经历 就是我特别想要看到他结婚 我会 我会很开心 我会很 很为他开心 很为他高兴 很为他幸福的 我肯定会泪流不止 真的姐妹们 你知道吗 我真的经历过那种 很惨很惨的时候 现在想起来都想哭呢 但是我也不敢在视频里面 想怕我爸妈看到 会心疼我 所以不要看到我视频的亲戚 别在家人村里乱发了 烦死了 看综艺 看电影去 别看我视频 那个时候去上海 因为有的时候交房租 要一次性 压一负三嘛 刚发了工资 然后交完那个房租 就没有钱了 就真的没有钱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公司 还会让我们就是那种 就是公司需要你有一笔消费 然后要来怎么怎么治 然后就人事都到我面前了 那个东西可能要几千块钱 然后我就 我付不了款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 然后我当时就去厕所 我整个人都快昏过去 我觉得很丢人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 然后我朋友就立马把钱打给我 还会多打给我很多人 然后跟我说 你够吗 然后你就是不够的时候 你再跟我说这样子 就是他特别好 然后特别保护我的自尊心 就是各种方面 所以就是我就觉得 朋友就会 给了我很多很多 就是精神上的物质上面的 特别多 然后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 看我视频会觉得说 啊我朋友很多 怎么怎么着 跟朋友关系很好 就真的就是那种 患难过来的 所以我又很珍惜 我就是那种别人 如果在我非常落魄的时候 只要他帮过我一次的话 我会一辈子都记得他 而且我会 还给他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你值得 因为我想要让你知道 就是你对我很重要 然后我想表达我对你的感激 所以我就会疯狂为他花钱 毕竟钱就是我真的 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就要花在我爱的人身上 你想去月球啊 我都给你安排啊 就是去逛街的时候 然后买了一个这种 DIY的 对这件是我朋友买给我的 他送给我的 我想要现在把它做一下 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要把它们全部都贴上去 我不会 我好紧张啊 就这样一个一个粘 可是这个笔到底有什么用 是要这样子倒进去吗 那也不对了 OK 烦死了 感觉这个要蘸一辈子都蘸不完 我下次要是喜欢谁 我就把这个Color Kitty送给他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花时间 我就在那儿拼了一会儿 然后我就不想拼了 因为一直这样低着头 我太难受了 然后 然后 我现在打算去洗个澡 因为我好脏啊 然后 昨天说我要做些什么事情 但是我忘记了 我在想我要不要去健身啊 Everyone 我刚洗完澡 然后 太干了 我已经抹了很多唇膏了 然后我现在打算 敷下眼磨 我最近一直在考虑 我要不要去做那个隐形眼镜的手术 真的因为 这个东西已经想了很多年了 然后我周围所有的 几乎我周围所有的朋友 近视的都去做过 然后我就是因为我很胆小 我很胆小 我很怕痛 我知道那个东西也没有多痛 但我就想到 要睁开眼睛上 他要把我的那个 眼角膜给我弄薄 我就很害怕 然后我就 超级害怕 哎呦 刚做了指甲 死不下来了 刚刚洗澡的时候还在想 因为当近视眼 确实是太不方便了 各位近视眼的朋友都懂了 比如说你熬夜的时候 你经常会担心的眼睛会干 然后你还会各种 然后我现在用的这个是Coco Browning的 这个眼膜 Hey Siri Hey Siri Hey Siri 在哪 过10分钟之后叫我 现在开始到10分钟 对谢谢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就让我们来 抹一抹脚 这个是那个足霜 我小红书推荐过 我还会拿它擦手 因为它味道很香 我那去健身房 所有人都闻到 因为我抹太多了 因为我的脚实在太难看了 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现在差不多我在想 等它这个眼膜干掉的时候 我要不要去涂一下头发 因为我的头发受损也严重 我最近怎么哪里都受损啊 头发受损 手受损 身上全是伤疤 心这边有受过伤 是要怎样啊 真的很香这个味道 它就是那种 果香那种 就是很好闻的那种味道 最近这个对焦真的浮了哈 我现在又附上了一片那个眼膜 那个什么Coco Browning的 然后我那个 女孩之神不是看完了吗 现在开始看新的一本 叫做偏见 这篇应该是讲的 就是那种种族的 我一般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会在书的飞夜写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读这本书的 然后就把它这样写上 就我每本书都会有这样的 记忆啊 啊 这里面还挺好看的 这个颜色设计的很不错哈 OK Shall we ladies 现在已经快12点了 我看这本书已经快看了很久了 然后大概看了三分之一吧 然后我觉得这本书 目前为止还挺好看的 他讲的就是跟他的这个题目一样 就是叫做偏见嘛 我在第两题这本的有 主要也是和最近的事件也有关啦 就比如说 我目前看到这个部分 他主要讲的就是 美国社会里面对黑人的偏见 对吧 比如说 针对大量的对黑人进行枪杀的事件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 这些黑人都完全是无辜的 但是警察就会认为 这些黑人对他们造成了威胁 会直接枪杀他们 他也讲了很多著名的社会案件 然后这本书讨论就是说 这本书是一个黑人女性写的嘛 他就是讨论了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以及就是我们要怎么做 因为这个话其实被无数人讨过 但这本书是我第一次看的人 比较就是以系统的来说 就它不仅仅是一篇新闻报道 它像是一篇很长很长的论文 就是来跟你探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以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类 我们能够做什么 就是我觉得就还挺好看的 所以就是一直没有忍住 看了特别多 其实我应该早就睡觉了 但是我没忍住一直在看 我有的时候看出就会这样 当我看得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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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专注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看下去 我在找我的唇膏 因为我嘴巴太干了 因为我真的该睡觉了 我们明天再见吧 晚安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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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见